乌鹏传 紫荣君,接到手书,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,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。 老实说,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。 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,住过十多年,就竟知道一点情形,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。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,那是写不尽的。 但是你到那里一看,也就会明白的,不必啰嗦的多讲。 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,这便是船。 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、电车或是汽车,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。 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,普通带步都是用船。 船有两种,普通坐的都是乌棚船,白棚的大地坐航船用,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气,但是你总不便坐,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说了。 乌棚船,大地为四名网,小地为脚划船,以称小船。 但是最适用的,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,以及三名网。 棚是半圆形的,用竹片编成,中加竹若,上涂黑油。 在两扇定棚之间,放着一扇遮阳,也是半圆的,木做格子,嵌着一片片的小榆林,井约一寸,颇有点透明,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。 这就称为明瓦,三明瓦者,为其中仓有两道,后仓有一道明瓦也。 船尾用铦,大地两只,船手有竹膏,用以定船。 船头驻眉目,壮如老虎,但似在微笑,颇滑稽而不可怕。 为白鹏船则无之。 三道船,棚之高,大约可以使你直立,仓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,四个人坐着打麻将,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吧。 小船,则真是一夜偏舟,你坐在船底席上,棚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,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弦上,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。 在这种船里,仿佛是在水面上坐,靠近田岸去时,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,而且,遇着风浪,或是坐得稍不小心,就会船底朝天,发生危险,但是也颇有趣味,是水箱的一种特色。 不过,你总可以不必去坐,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吧。 你如坐船出去,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兴急,立刻盼望走道。 倘若出城,走三四十里路,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的,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。 来回总要预备一天,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。 看看四周雾色,随处可见的山,暗旁的屋旧,河边的红鸟和白平,鱼舍,各式各样的桥。 困倦的时候,睡在船中,拿出随笔来看,或者重远清茶喝。 偏门外的剑湖一带,何家驰,胡商左近,我都是喜欢的。 或者往楼公捕,骑驴去游蓝亭,但我劝你还是不行,骑驴或者与你不恨相宜。 道德暮色苍然的时候,金城上都挂着薛黎的东门来,倒是颇有趣味的事了。 倘若路上不平静,你往杭州去时,可遇下午开船,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。 可可惜,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。 夜间睡在船中,听水声、鲁声,来往船只的招呼声,以及乡间的犬肺鸡鸣,也都很有意思。 故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妙戏,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,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。 要看就看,要睡就睡,要喝酒就喝酒,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。 只可惜,蒋维新以来,这些演剧和赢会都已禁止。 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市的戏场来,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。 这些地方,你千万不要去,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的,我又因为在教书,不能陪你去玩,坐夜船,谈闲天,实在抱歉而且惆怅。 川岛君夫妇现在称山下本来可以给你介绍,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,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。 出寒,擅自珍重不尽。